曉慧 我問你喔 如果你沒有精神 然後也想要補充一點 就是體力工作的時候 都會想要吃什麼 我呢 就是想吃鹹的 而且會想吃咖哩 太好了 因為這個是真的 因為日本有一個節目 有一個調查是 就是東京大學的學生 有無大就是 讓腦袋清醒的一個習慣 其中一個就是吃咖哩 聽說好像是它那個咖哩的香料 它有幫助就是腦袋清醒 也有精神 還有也可以增加那個 贊助力 所以我們就今天讓你吃咖哩 再解釋 後切豬排跟牛五花咖哩 都喜歡對不對 好興奮喔 吃了一定會精神百倍 來... 走... GO... 好 我應該不行 好 謝謝 聽說 吃起來 好可愛的咖哩飯喔 只不過這好像是有點小耶 對你了 就這個應該差不多 兩口就吃完了 沒有那麼誇張 不用擔心 好 這是我的 你的一定有準備的啦 老闆 謝謝老闆 這個走開 好誇張喔 而且真的好豐富喔 而且我還有後蛋燒耶 真的 一大片 老闆 這個是什麼 這什麼叫 豬肉餅咖哩飯 這是特別為小位製作的 特製的 那上面好像是牛肉 牛肉 牛肉 牛五花 老闆很厲害喔 這豬排可以做得這麼大 外面都沒有的 超大的 沒看過這麼大的招物 我要量一下這個大小 好 23公分 23公分的炸豬排 對 那老闆這個大概是多重啊 整份餐點起來 大概3.5公斤 3.5公斤 對 那你猜一下 你大概可以幾分鐘可以吃完 30分鐘那應該OK 真的喔 好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的介紹 那我們要開始吃囉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預備 開始 肉飯燒我看超久喔 你什麼時候戴手套了 老闆很適應 一整片的耶 很好吃耶 看起來好吃耶 而且我沒有吃過那個 我給你吃吃看 謝謝貼心 貼心 貼心 玉子燒 牛五花也一點 牛五花謝謝 太好了 太好了 先吃掉蛋喔 而且這個蛋真的是很日式的玉子燒 就是 裡面有加一點那個糖 有帶甜的 你看 一片這麼大 好厚喔 真的 好像是 裡面是長這樣子 我要修正一下 這不是炸豬排 是肉餅 有一點吃起來很像那個 蛇肋餅 但是 肉餅應該是更多豬肉 肉感更明顯 很嫩耶 很嫩 很嫩 你趕快吃吃看 我的也是 吃吃吃看 肉餅 好好吃喔 皮很酥 然後裡面的那個豬肉就是有點調味過 醃漬過的那個香氣 重點是什麼 沾咖哩這樣特別好吃 對 而且這樣子 豬肉變得更嫩 好好吃喔 你都先把它吃掉是不是 不會不用配飯嗎 咖哩飯配飯就很好吃了 這是帶我一碗的一個 貨貨 所以我在這邊吃才可以這麼好買 這是什麼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那個豬肉真的很嫩 對 吃起來就是多汁 而且外皮很酥 所以搭配咖哩醬 咖哩餅乾 對… 我吃牛五花 肉花好好吃喔 它也是有一個醬 炒的時候去用那個 炒肉醬 炒肉醬對不對 它的味道是又跟那個 肉餅跟咖哩又不一樣 分開了 所以吃到這個的時候 突然吃到牛的甜味 好好吃 他把一公斤的肉餅 快吃完了 很扯耶 原來問得太快 你現在幾分飽 兩分 因為那個肉餅真的很雜實 裡面都是滿滿的肉 接下來就是把咖哩 放在那個白飯上面 放在一起吃 配飯一起吃 很好吃耶 有一個 日本的有一個殖民人 人物有說過一句話 就是咖哩是飲料 為什麼 因為又好吃又是 就是這樣子配的醬汁 小慧今天毛起來 狂吃猛客 3.5公斤的厚切豬排 牛五花咖哩 都不是他的對手 實在是太厲害了 一碗咖哩飯吃完 這個時候在旁邊 有一個小女生 快把3.5公斤的咖哩 吃完了 只剩兩三口就快吃完了 最後要重吃嗎 沒關係 因為太快了 根本不用擠 速度沒有慢下來 就一直維持一個速度 很厲害 這塊的盤子都沾起來 可以 比較方便 來 我要不要幫你拿 好 注意... 這個盤子也蠻重的 不錯耶 最後 美食吸塵器來了 好好吃 恭喜王子 按暫停了 他只花了 19分 吃完3.5公斤的肉排咖哩飯 掌聲 這太厲害了 好 那現在呢 我要問現場的來賓問一個問題 這個他吃的這個肉排 肉排我們日文叫麵糞 其實我們日本人 尤其是考試之前 都會吃這個肉排這個東西 是為什麼呢 提示 他日文叫麵糞 請回答 到底是什麼意思 什麼 我們直接請折點 公布答案 對 好 因為就是呢 因為像豬排啊 什麼雞排啊 就是排 就是我們叫 對 通咖哩 對 就是英文的 對 咖哩就是 勝利 對 勝利的意思 對 所以是考試之前 或是什麼 中醫院的面試之前 就一定要吃這個 咖哩 對 就會贏 一起叫豬馬 因為痛 通通都贏 通咖哩 你很會耶 中文跟日文是加在一起 通通都 通通都過就對了 通通過了